哈喽,欢迎来到 Auntie Xiu的人气直播美味秀 哈喽,傍晚好 大家傍晚好 很快哦,星期二了哦 Auntie Xiu今天要煮一道新菜式 咸鱼炒饭 等一下可惜,我去买臭豆了 等Auntie Xiu煮臭豆了 大家傍晚好 好,我们先把这个豆腐先炸起来哦 因为等下要炒那个豆芽 豆腐炒豆芽,我们先把豆腐切成块状 丁状,然后先把它炸起来先 炸到的表皮有点金黄色,备用就可以了 大家傍晚好,还烧哦 不可以偷吃,本来想要偷吃了 还热热的,不能偷吃 好,拌完好 大家拌完好 Auntie Xiu呢,她有把这个 豆干呢,我们刚才呢 已经切成丁状的时候嘛 它不是有水分 然后我们就有拿一块铺 它尽量呢,给它沥干水 这样子等下你下锅炸的时候啊 它就不会呢 一直喷喷喷喷喷喷 我们现在炸第二轮了,才炸了第一轮上来 看到吗 豆芽 等下我们呢,要炒豆腐炒豆芽哦 先炒豆芽 放完好 Yuki你打第二针好一点嘛 Yuki今天打第二针哦 放完好 你们先把豆干炸起来哦 我今天吃咸鱼炒饭哦 你们敢硬到啊 Yuki今天跑去买鲜鱼炒蛋吧 你自己煮哈 还是你今天去买 Yuki你好一点了没有 这个是平底锅 Lagome的平底锅 28cm 然后呢 它的风锅子质呢 是来自Ella Premium呢 Switzerland的技术哦 有两年保佳 锅生有十年保佳 上次有粉丝买了拍给我看哦 你们记得去register warranty啊 等下我把那个 customer service给你们 因为有粉丝讲他买了 不懂怎样去register哦 我把它给你们先啊 这是平底锅 Lagome的平底锅 今天呢 喜欢吃 咸鱼炒饭啊 今天是炒豆茶粉 我两天没有发烧了 咸鱼炒饭的粉丝们呢 记得分享给家人的朋友们哦 明天可以开始去买咸鱼炒了 我们今天煮一道新菜是咸鱼炒饭 然后现在把豆干呢 先炸起来先 我们要炒那个豆芽炒豆 豆干炒豆芽 大家饭完好 吃饱了吗 你们煮好了没 你看妈妈在旁边哦 有个五颜六色的 看妈妈把它切好的 炒豆芽炒饭 放在一起哦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葱啊 这个是 没有那个是炒饭用的啊 豆芽 爸爸帮我们把 不要急 不要急 他叫你不要急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来我们先把这个豆干呢 炸起来备用 我把你干怎么会吃饭 爸爸看我也没有少准备东西配料 没有 他看到那边 那个阿嬷很老笑 然后他讲到吗 嗯 这个的阿姨 阿姨会怕咪哦 我阿姨啊你怕咪啊 好吃 这样很 酷哦 他要煮那个 他现在又不是吃面汤啊 刚才又要吃面汤啊 等他上 我跟他朋友说他问我 酷哦 我跟他讲的没有了 对哦还有留给他 爸爸做的那个打面哦 他讲爸爸就在打面 哦 他没有看过爸爸打面啊 面条啊 细面啊 他应该讲爸爸这样well trained 你老婆这样well trained了 哦 他讲这个 那个疫苗打了很像中covid的症状 他讲现在未解回来了 大家喝多点温水哦 不然就喝多点椰水 诶 每个人他们打的症状都不一样哦 最重要呢 要注意安全哦 姐姐讲打了没有未解啊 现在未解回来了 还好还好 因为未解回来是好性的 我们先把豆干呢 炸好备用 很多粉丝没有收到直播信息 不是四妹的问题啊 这个是 该那个是不粘锅 这个也是不粘锅 这个是我们在那个 那个AOMO买的 这个在AOMO买的 我们在AOMO买这个锅呢 499 你可以上网去看 这个是36cm的 看有没有做offer 我有把那个link放在直顶信息 你们可以直接去看哦 在直顶信息 它的honeycorn wok呢 都是不粘锅 你看这个 用不粘锅 然后可以用铁铲呢 可以 只是说我们要减少那个生量哦 所以放那个木铲炒 我们先爆香 Liskin送我们的姜鱼仔 要先把这个 豆干炒豆鸭先准备起来哦 我们该炸好了备用 看到吗在这边 已经炸好了 在这边然后备用哦 快 是 Olican是新粉丝哈 欢迎来到新粉丝们呢 欢迎来到Auntie叔叔大家庭哦 如果呢 有任何疑问呢 可以问线上的学长们 线上学长们呢 都很会煮了 然后呢 有任何疑问呢 可以问他们哦 互相交流 我们现在呢 先烧热油 爆香姜鱼仔后呢 爆到它有点金黄色哦 然后每次粉丝问 做Auntie叔叔你喜欢放姜鱼仔 不要放蒜米 我们家很简单的 因为Uncle讲 Uncle讲公平一点 偶尔要放蒜米给他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讲一讲 跟蒜米一起放了 Nasi Gore Ika Soto Fish啊 是 今天煮鲜鱼炒饭 我们先把豆芽炒 我们先把那个青草豆芽先炒起来先 跟妈咪看我 应该好啦 可以啦 这个是呢 三十六cm的炒锅 我们叫银河锅 它中间你看到黑色呢 是不沾土层哦 Ella Premium Seasonal的技术 有两年保佳 然后这个锅身一样的有十年保佳 我们该加入了辣椒爆香 然后再把炸好的豆干呢 下锅炒香 然后准备啊 下锅炒 这个豆干呢 有泡过水的 泡过盐水啊 泡过盐水啊 泡过吗 啊 就它的吗 银河巴巴一下 嗯 然后呢 加 葱和葱 这个 泡过有泡过盐水的 那是它的吗 对啊 很厉害啊 很厉害啊 红萝卜下锅炒香 把这个拿掉一下 那我们下锅 加红萝卜下锅翻炒 然后这个呢 是豆芽 清炒豆芽 全没有吃了 我刚才为什么问妈咪吗 因为我看到这个 形状跟豆芽有点像 问她是不是吃它的 我们加盐跟调味 要调味就可以了 阿姨 这只野菜是拉美式菜啊 可以拉米式菜 拉米式菜 拉米式菜 kampong style kampong style 拉米式kampong菜 马来当也是这样炒耶 对 不懂哦 哪一道也是这样炒啊 我去马来当的时候 叫豆芽吃 可是马来当没有大尾巴 哦 因为它不大尾巴 我没有买 我们把豆芽加下去 然后呢 再把 葱蒜呢 加入 翻炒均匀 就大功告成哦 倒菜呢 很简单 当天大家一起煮哦 煮味一下小朋友 这个 新炒豆芽 我们家吃那个豆芽 不要怕尾巴的哦 大尾巴 我要醉 不要容易咬 口感比较好吃 我发现到我他加了红萝卜 跟葱蒜的颜色很漂亮哦 大家拌完好 先大家分享哦 最近很多粉丝收不到直播粉丝啊 你们看回 如果后面来粉丝没有收到直播同时 要看重播了 对啊 好了 我们今天的青草豆芽完成 这个菜我很开胃 小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一锅 其实我觉得妈咪以前你爸很多 其实我们最怕就是爸倒给 爸爸妈咪打克水 大到我们在那边打克水 爸一kg咧 妈咪也不是爸一百克咧 在那边我掉两百克 阿姨你炒豆芽美哦 我们小时候哦 是一公斤 然后几姐妹哦 在那边坐着那边蹲住爸 爸到那边 爸到那边讲 哎呦 怎么爸不完 然后吃的时候没有抱怨啊 你有粉丝啊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青草豆芽炒好了 快哦 小心烫啊妈咪 我们今天的 刚才粉丝是问什么问题 有没有注意到 有新粉丝问问题哈 你们帮我看一下 有没有漏掉新粉丝的问题哦 有时粉丝会问问题 身边没有看到 你也在帮忙 青草豆芽很脆好吃 豆芽罢了比较好咬 豆芽你罢了哦 就比较好咬 它不要吃 小心烫啊 秀啊 叮叮 我们今天的青草豆芽 哇很重哦 重量 我们今天第一道菜 青草豆芽完成 跟Auntie秀呢 烧热油 我们爆香姜鱼仔 然后呢 我们就把刚才 还有那个角辣椒下锅爆香 然后加入炸好的豆干 下锅炒香 加红萝卜 豆芽 还有呢 就是葱段 下锅翻炒均匀 只加了盐跟调味料调味就可以咯 所以大家呢 可以在家里呢 青草豆芽跟家人们分享 这是我们小时候吃的 就是这样吃的 小时候扒一公斤 扒到那边 在那边 豆芽豆芽 妈咪叫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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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比 金比 妈咪想叫金比 煎6加3 6加3 咸鱼炒饭啊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什么 先把菜炒起来先 我们先把另外一道菜炒起来先 豆芽炒豆干放什么 盐 盐 适量的盐跟调味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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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叮叮 上锅 豆芽炒饭 他刚刚还没来放盐水 所以有盐味料 我们烧热油 爆香姜鱼仔 那个也是有蒜米 没有放蒜米吗 放一点蒜米 放香姜鱼仔跟蒜 你爸爸喜欢蒜米的味道 拌完好 将地球紫石开锅 很小心要掉眼睛一下 把第一道菜炒好了 会是这样 炒第二道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冰炒番薯叶炒起来 今天是不是番薯叶offer 没有啊 这个是那个凯叶拿来的 哦这个是那个 气魅虫那个 气魅虫 麻婆带回来的 凯玛准备的 凯玛准备的 凯玛自己种的哦 没有炒臭豆炒饭吗 没有买到臭豆哦 阿姨讲没睡 没问题 今天没有去 阿姨讲 他今天没有来到去 去那个 hypermarket 我们先爆香 姜鱼仔 蒜米 我们炒那个番薯叶 麻烦很快哦 麻烦先炒菜很快 我看等一下粉丝竟然又看不到你啊 阿姨这几天 不用40分钟就煮好三道菜了 因为他开锅之前 他先把那个豆干炸一轮先 对 这样就省很多时间了 欸辣椒在这边呢 你该放这里啊 放在这里啊 放在这里啊 就这个啊 哦 那个啊 我们把小辣椒下锅 爆香 小桂还在龙哥家吗 这么小桂晚上没有跟龙哥一起直播 他晚上 他有跟他朋友玩游戏 所以他就没有跟龙哥一起 炒什么菜 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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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信写什么等等 阿姨是有五个女友一个儿子哦 对对对 弟弟帮我先吃 这边是马来西亚融冯杏 我们翻炒均匀啊 好了 我们把这个番薯叶翻炒均匀 然后只加盐跟调味料 调味就可以了 这个 银河锅呢 你们可以在新加坡的话呢 可以在Takashimaya OG BHG MQC 都有卖哦 新加 马来西亚粉丝们呢 可以上网购买哦 购买哦 因为呢 现在很多retail会还没有开 你可以直接上网那个link去找 刚才 刚才师妹已经把那个link呢 放在主顶信息了 lacome.com.my 你们可以直接上网去购买 然后每次有粉丝问我 师妹 其实有offer 你懂吗 你上网看就知道有没有offer了 因为它全部写在那边啊 直接上网买就可以了 加巴西亚的粉丝们 海外的粉丝们呢 你们可能要去自己的那些hypermarket找一下哦 海外粉丝讲 海外粉丝讲 海外们也是在找 台湾的粉丝 那个台湾跟香港粉丝 你们在那边看看 Cook with vinaigre and chili also very nice 它这个放一点醋 还有辣椒也是好处哦 对吗 我们没有试过放醋耶 还要白一点 什么醋 懂哦 放什么醋 白醋 白醋 白醋啊 你不要加醋先 等下 下次我们炒 我们下次炒小小盘的时候加醋 这样不要 亲妹那天就回来了 他打的时候 他留一点不舒服 他留在麻坡休息 休息好过他就回来了 来 拿盘来 请问调味料是什么呢 我们的青炒饭熟夜完成哦 我们家平时都会吃一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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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调味料 123 这个拍到了哦 123 新加坡它写荷架哦 你们可以去找找看哦 在NQC NQC NQC 还有SANSON 都有卖和吃过我们分享的 这个是36cm的 36cm的 36cm的炒锅 上次我还买过 这个是38cm的给麻利哦 还没有开哦 那个 还没有开锅 早一天开锅 放完好 我们今天的青草番薯叶 完成啦 番薯叶 现在很幼啊 不要继续研究 我动一下 看到了看到了 ok 我们今天的青草番薯叶 这是我们小时候哦 我们小时候吃的番薯叶是自己种的 在家里旁边采的 现在吼在城市都是在外面买 这个是七妹的妈咪种的 我们炒番薯叶 然后我们刚才呢 烧热 有 爆香 姜鱼仔 还有蒜米末 然后呢 把这个番薯叶呢 下锅翻炒哦 翻炒均匀后呢 还有辣椒爆香 对 然后翻炒均匀后呢 我们加入盐 还有调味料 调味呢 就炸锅告成了 番薯叶我每次都煮来吃 好吃好吃 可以自己在家煮哦 在家种哦 然后自己煮 我们家习惯呢 吃番薯会加一点辣椒 所以刚才为什么 Auntie Sue的那个 这个是加小辣椒 跟那个是加大辣椒 它的辣度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喜欢煮 对 因为 对因为那个豆干哦 还有豆芽呢 我们家小朋友爱吃哦 所以只放大辣椒 不能放小辣椒 好 我们准备什么 要准备下一道菜是什么 要准备下一道菜是什么 要准备什么 那个蛇豆 蛇豆啊 蛇豆啊 哦那一只 这是七妹咱咪 不知道啦 买的 这是买的啊 我那天以为他要买什么豆来 这个哈 是吧这个蛇豆我拨了 咱咪买的蛇豆 蛇豆 你们吃过吗 咱咪我这样子啊 看到你煮这个咧 没有煮这个 这个看起来一点像那个粗的肠豆哦 我用蛇豆哦 我用蛇豆哦 草香 虾米 虾米 今天是我们的虾米 辣椒会辣吗 小辣椒会辣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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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辣椒会辣 我今天也是炒番薯液哦 辣椒 你看啊 我们炒辣椒哦 我们会分两种 这个是小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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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辣一点 这个是大辣椒 没有这么辣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分 可以自己 可以自己 炒银色的 对 它颜色很漂亮 然后带一点辣椒的香 但是免得这么辣 这个要炒了有黑色 帖鱼 有阿姨秀今天炒蛇豆 我们爆香 虾米 然后呢 把辣椒呢 下锅爆香 漂亮 每次 所以阿姨秀 无论什么 是酷哦 是有香蕉的 我喜欢 我们都很喜欢带一点辣 这个全部是辣椒的 我也是以为长豆哦 粗一点的长豆 是叫蛇豆 蛇豆 它的皮有波浪的 它有波浪 大家 库帮我们写上来叫 stack bean 然后我们翻炒 我没有煮过 不要用力头 我最近看到库 post的煮头 看起来很好吃 越煮越厉害 一煮越厉害 库最近也是很会煮 大家可以煮一下 煮给好吃的料理 家人们吃完 可以教我时间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蛇豆呢 翻炒均匀哦 有些碎点像粗一点的长豆哦 它不要弯来弯去弯去的 它弯去的 它整个弯去弯来弯去的 蛇豆好吃哦 朋友加油粽 然后送给我们吃 但是 请问炒菜一定要加水吗 不一定哦 菜干就加水 因为有 如果有时候你太早呢 去把那个菜准备好 沥干水 它就没有什么水分 你可以加一点点 然后如果是本身菜的水分很俗 就不要加了 他讲新加坡很少有卖耶 他讲 蛇豆没有看过 他讲 但是阿姨需要留一点 蛇豆好吃 蛇豆好吃 比肠豆好吃 它的身材是弯弯的 嗯 然后它刚才的那个 它的那个表面哦 有一点波浪 出出的 它像蛇哦 大姐来说 哎 辣椒 我们也是喜欢吃辣椒 山坝炒蛇豆啊 蛇豆没有看到 来 我们要夹一个蛇豆给大家看哦 这个饭罐子哪里买哈 这个啊 这个呢 你可以在Shopee也是买得到哦 然后现在Beliz King呢 他们也是有做offer 8月7号8号9号三天哦 他们都有做促销 你们可以直接去Shopee找找看哦 我本人家店 炒锅很美耶 哪里买 在Lagome 在Lagome买的 你们可以直接去Lagome买 这是Lagome送Auntie Siu的 28cm的炒锅 然后炒锅 炒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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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翻炒均匀 我们加盐跟调味料调味啊 这个我们多会想腌它 比较烂入味啊 他这是要煮到它软吗还是 煮到它熟透就可以了 煮到它熟透就可以了 我第一次看妈咪煮这个耶 我没有煮过 蛇豆炒蛋 蛇豆煎蛋也好吃 蛇豆煎蛋也好吃耶 蛇豆煎蛋也好吃耶 蛇豆好吃哦 比长度好吃 应该比较绵硬 可能比较有口感哦 不是 它可能比较滚 它像滚豆 它感觉上有点像粗一点的长豆 应该是有滚豆啊 那种啊 它会像那种好像润润 蛇豆台湾重的哈 还有谁哪里重吗 你看 它很贵那些7块2 因为你没有煮过所以我来try它 可是讲有煮过咧 他们煮的不错耶 我们没有试过这样子炒蛇豆耶 谢谢大家 等一下呢 我把那个 哦哟 我把Lagome送给你们了哦 我把Telegram也给你们啊 你们可以上网直接去加入呢 收到师傅 然后呢 没有Telegram的粉丝没有关系哦 可以直接WhatsApp吃呢 炒太软不好吃没有口感哦 所以要留一点口感啊 大家拌完好 这个 哦他讲这个豆比较脆口 应该像滚豆咯 每次那个 长豆也是有滚豆啊 好 加一点水 少许的水 长豆也是有滚豆啊 滚豆就好吃咯 哦比红奖可以炒四大天王 这样子的 那边有不够 少一个 少一个 拿茄子 还有羊角豆 谁拿茄子 开叶 开叶拿茄子 不够 羊角豆还有什么 没有了 不然这个要餐一点 不够 不够啊 还少一个啊 茄子羊角豆 要少一个啊 还少一个 哦四大天王要四个 那款不会买 请问你们有粉丝有卖吗 可以问他们咯 Shopee有卖 Lazada也有卖哦 那时候看 这个啊 哦 有收到 谢谢师妹啊 画面很萌哈 你们会画面很萌吗 粉丝说很萌哦 你们的画面还ok吗 粉丝说很萌萌的 很多肉的豆 胖胖的 胖胖的豆 像粉豆胖胖 要 舌豆要炸过才好吃 不是 炸很多一只 鲜没有炸 鲜没有炸啊 那粉豆应该比较好吃 那个 我们 平常那种就比较 比较滷啊 对 大家办完好 他讲 舌豆呢 跟沙巴煮也是好吃哦 他讲舌豆比菜豆好吃 很多人 太好吃了 他讲酱酱美 哦 粉丝讲 screen ok screen ok 不会哦 啦 辣哥妹的锅 你可以直接上网看 他做什么促销哦 可以直接上网看 等一下我们要炒鲜蛋 咸鱼炒饭了 大肥豆 随便叫他大肥豆 给我一家 来 等一下我们拍照一下 粉丝要看一下 那个舌豆到底长什么这样 如山真面目是怎样的 他的身材像蛇 弯弯啊 身材像蛇 弯弯啊 然后皮粗粗 皮粗粗 来给你们看一下 靠近一点 皮粗粗 所以 这就是 舌豆啦 城市讲 比长豆还好吃的 舌豆在这边 哦 ok 哈 他讲很轻很轻 这个是28CM的炒锅 28CM的 熟了 熟了来 咱咪放嘴巴多吃啊 不敢呢 有力了哦 他不会软软哦 他像温豆 像粉豆的口感啊 好像那个长豆的温豆 可是好像没有长豆的味道咧 什么味道 自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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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长豆的味道 他自己的味道 好了熟了 没长豆 弄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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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干 放完好 大家放完好 蛮快的手哦 很快很快 好了 我们的青草舌豆完成 都还跑进来 长豆香 长豆味道 不一样,它跟长豆味道又不大一样 不大一样 可是看到它的卤山真面目了 它蛮快软的 Sally说 Pretty, first time I thought how come this long bean so fat 它有花花 听你讲是舌豆哦,没有吃过 好,我们撒上一点 大辣椒 也是美哦 好像变种的菜豆哦 炒虾米 都很棒哦 问台湾粉丝就知道了 在吗 小心啊,可以 小心啊 这个是哪里送的 有粉丝讲是台湾 台湾比较会去变种 台湾比较会去变种 台湾比较会变种 他们很会 瓶子拍照啊 等一下啊 这个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瓶子拍照 ok nice to eat哦 我不要吃软的舌豆 第一次炒 这个比肠豆容易煮很快 我们今天炒的是比较有口感的 可能像那种 看肠豆的温度啊很快软 可以像那种有个比较 它真的是很粗哦 我们刚才烧热油 爆香虾米 然后呢 加入辣椒爆香 再把那个舌豆呢 切成段哦 这样子 然后呢下锅炒 然后我们只是加了少许的水 然后加盐跟调味料 调味就可以了 是 粉丝讲这个叫snack bean哦 酷感有分享这个叫snack bean 这个舌豆好吃 auntie刚才try 它口感跟肠豆有点不一样 好 我们现在呢要准备 咸蛋炒 有没有 咸鱼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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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舌豆跟粉豆 也很好吃 粉豆也很好吃 一下子就绵 那很快绵 那种普通的那种肠豆 就要煮的冒蛮久 好 我们先把 nichrygong wok 加油烧热哦 准备了准备了 来大家一起准备了 都粉丝很多剩饭呢 可以在阿姨去这样煮 那个咸鱼炒饭 Nestep bean fried with sambac super nice 好 我们先把 这个声音 大家如果怕听到这个声音 可以把声量调低哦 就要准备炒了 这个是nichrygong wok 哦 nichrygong wok 然后呢我们先把它烧热 加入进入的烧热它 有在哪里卖吗 可以问下粉丝在哪里买过 可以看到 sorto fish packet 妈咪的sorto fish packet 妈咪的sorto fish packet 咸鱼的那个牌子 鲜鱼的那个牌子 鲜鱼的那个 鲜鱼 那你买了 MSK买的 MSK买的 好像鲜鱼 鱼掉了啦 那边要散开 那边回来拿鱼鱼 鱼鱼丢了那个袋子 下次去找一下 鲜鱼拿来 只要忘记 好 鱼鱼 鱼鱼 鱼鱼鱼 来我们等下忘记 Belis King也是有卖鲜鱼 要先热火一下啊 Hunty在 把它的鲜鱼清完了 鱼鱼鱼 那这个MSK买的 咱比较不切 这样比较小个的 哦它切好的 要再切了 四妹我也没有拍好啊 等一下啊 我这样切了 四妹一这样买回来 一二三 一二三 好像磨刀的声音 好 好我们沙利鸡蛋呢 炒蛋 备好了先 下锅炒很快 下锅炒很快 什么样的鱼鱼呢 是正在油还是干的 干的 正在油那个我们不敢吃 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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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片来大片来切的那个 Aunty秀买的时候 他讲他切好了 切好了的 这样变变来了 他在MSK买这样子的 切好了的 切好了的那个 那个鲜鱼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再把这个 把姜末下锅 适量的姜末下锅 炒香 请问这个锅有铃吗 我把铃铃给你们 直接去找来 购买啊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姜末呢 炒香后 爆香后呢 再把蒜米加入哦 哦 这样啊 这样啊 还有蒜米 i prefer you say one to three 哦 鸡鸡它是一家的意思 所以刚才粉丝讲 我还没有一家 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拍照 哦 一家人的意思 鸡鸡 鸡鸡 鸡鸡是什么 哦 把那个 哎 你不知道有一个板呢 你要不要炒 哦 阿姨要先把那个 这个给它 香一下 鲜鱼 把那个鲜鱼 爆香一下 这个鲜鱼 买来它切香的 你上多少鲜鱼啊 六十 六十啊 炒饭要蒜末才香哦 它切鲜鱼就这样一粒粒小脚粒的 这个是 语言天才的马来西亚拍的 哈哈 来 来 来我们先炒香先 他应该没有看到logo啦 他都是到包装的 在NSK买 那是你们可以买 你们喜欢的鲜鱼 他不会很鲜 所以我没有泡水 我这些东西就先下了 鲜鱼也是有卖鲜鱼 你可以问一下 你一家有也是有卖的啊 好像有 我记得有 我们先炒香鲜鱼 要炒香一下啊 很快哦 是咯 礼拜天又是企业厨艺了 要拜拜 你就喜欢那种泡在油里面 那种味道啊 有的很滋滑 可是我们很胖那种味道 我们常常吃干的 吃那个干的鲜鱼 喜欢吃鲜鱼炒饭的粉丝们 记得分享给家门的朋友们啊 这个星期明天可以去买一点鲜鱼 来煮了大家 还有家里还有鲜鱼还没有煮的 又可以清货啦 闻到咸鱼有朋友回来吗 有哦 他的好朋友又来了 我妈 现在烤掉了 爸爸给他 赶掉了 好 姜末 蒜米末 爆香 香 香 香蜜鱼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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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应该是啦 一干鱼炒 门爆香 姜末 蒜米末 葱花 青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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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买过 青葱的那个 香蜜鱼炒 有 爆香 好了 姜末 蒜米末 还有呢 葱花 然后还要加什么 应该拿完下来了 你的配料全部在这边了 爸爸现在厉害了 我会把那个配料全部一碗一碗 给妈咪看到 会要等下换分 把妈咪比较大分 六碗 六碗 对 我们今天现在炒就会倒菜咯 咸鱼炒饭 好了 爆香好了 然后我们加入红萝卜 这个什么 冲段啊 冲段 葱 葱 葱 你很容易煮楼 你哈哈 所以我没有泡水 没有泡水 它这个没有这么咸 这个不咸 它这个咸的就要泡口水咯 咸鱼没有炸过吗 刚才我们炒香而已 炒香 每天看Auntie秀煮我都六口水 四妹我打了针 回家休息 没有乱乱走 爆香 姜末 蒜米末 葱蒜 白萝卜 红萝卜 爆香姜末 蒜米末 葱段 葱花 还有红萝卜 然后把六碗隔夜饭下到碗 可以啦 他们应该会吃碗的 没有鲜鱼哦 爆香姜末 蒜米末 葱花 白萝卜 然后呢 我们再把六碗的隔夜饭下锅翻炒均匀 有没有吃饱了啊 对 这个大的 是没吃饱 然后翻炒均匀 阿姨你最近很早煮好 因为最近很早开 最近准时开锅很早煮好 哈哈 我懂你 At least发现到你最近很早就煮好了 我们加适量的盐 一点点盐就好了 是 因为那个咸鱼有一点带咸哦 所以我们盐 放适量 因为还要放酱油 适量的调味料 是 是 这个呢 铁蝉呢 是Lagome的铁蝉 哦 这样买锅是送橙是吗 啊 它买锅里面有送哦 要看你买的那个packet是什么 买锅送橙 我们用这个nichrican或炒呢 它就比较锅气比较香 就比较有那个香粉粉的一个锅气 进一碗很多菜都搭了六餐 六加三 三个打包 六加三 这个蒸糕啊 多会酸 就会生 好 我们炒鸡鱼过后呢 加多少的生抽呢 这个蒸糕一点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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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煮哦 它就尽量 最好吃一个小时内就煮好了 然后把炒蛋加入 加入炒蛋 有锅配哈 可以你在新加坡哦 可以去OJBHT Takashimaya N2C搞哦 今晚我煮 豆酱鱼 酱油 猪肉 青草玻璃生菜 哇 贵色 女儿以后应该也跟你一样很会煮啦 好吃好吃 你怎么讲我一直要打包咧 你一直要打包 在家里学煮啊 然后可以跟佐伦佑斯的分享 这个锅有 新加坡应该有卖哦 有啦 我们应该把那个炒蛋下锅 把炒蛋下锅 把炒蛋下锅后 然后翻炒均匀 香哦 那个 阿嬷今天叫他吃米耍 炒饭他不要 他现在有吃面了 他现在有吃爸爸煮的那个 板面 这个不好摇他不要吃的啦 他要好好摇那种 听起来毛孔站起来 你听他 没有 我记得 好了 炒好了 炒后了 生抽你放多少适量哈 放多少适量 可以的 你这样倒那个 炒了炒了 这个不要放鲜 然后要鲜一下 因为我等一下鲜一下去 我不要放太多 要不要鲜鱼啊 我讲我也是炒饭 今天也是炒饭 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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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不是叫炒饭 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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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没有 这个 来 把辣椒下锅 翻炒均匀 还有葱花 下锅翻炒均匀 给大家把平时剩下的白饭留起来 可以炒隔夜饭 然后就每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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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在冰箱里面 然后吃完再来 来炒 阿嬷要变面馅黄啊 他喜欢吃面馅 他喜欢吃面馅也没有办法 他要求要吃 用咬容易收温大家 他只是下午吃比较多选择 晚上还不要这样多 他烧的话容易去掉 那天吃五条细咯 他讲晚上不可以去掉 那天他没有那天他又想吃果条 然后他讲晚上很脏 肚子脏 肚子脏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 来一点花上面 嗯 翻炒 去哪一个大盘 那个A1的那个 那个 那个面馅它是淡淡的没有鲜味的 所以煮料要注意加盐啊 加那个 那个 那个是你的那个肉下去 要不然它是 鸭下没有味道的 Jason讲今天都有起立哦 这是大辣椒 小朋友有吃 这是矿颜色没有辣的 大辣椒小朋友有吃 大辣椒小朋友有吃 ok了啦 好了 拿这个给你放 我要断掉了 还鬼 会会 你们炒菜我不要够够 炒菜的地方不要够够够 我没有现在拿一个椅子给你站 那天粉丝讲 那天粉丝讲 为什么啊 阿姨你家炒炉太高不用紧 我也是拿椅子的 哈哈 这次拿椅子会敲到 这好笑啊 那天有个粉丝跟我讲 我在那边笑 他讲他去他的孩子家主也是炒炉太高 也是在那边讲讲讲 然后他就去拿一个椅子站起来 拿他的那个小朋友见高的椅子上 这会敲头 今天咸鱼蒸三层肉 Kelly 好吃哦 我们家哦 看最喜欢吃咸鱼应该是六妹哦 六妹炒在吃咸鱼 因为今天有放咸鱼哦 所以没有放太多的盐 我的人喜欢吃那个Omega糖哦 味道很红红 不要重一点啊 味道重到一点的 龙哥跟六妹就喜欢那个味道 味道很大 放完好 哈喽 炒好了我 你看 先生先生阿姨讲 阿姨秀你越炒越简单 但是越快煮完 有复杂他不要 阿姨就煮到大了 他都不要煮复杂了 煮到鲜了煮了都没有绿色 这个小时煮完耶 一二三四四道菜了 煮到久久哦 煮了 煮了脚要断掉 然后又没有第一次了 爸爸帮你煮菜了 不用了 先拍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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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to eat sauti fried rice sauti fish fried rice sauti fish fried rice 好吃 好吃 我们还是喜欢那种 那种红炒的那种三大饼 我来 开一边这样 一块 来炒炒炒 style 炒炒 好了 来 这样继续 50分钟就煮好了 先拍照 先 这是因为皮早炸嘛 嗯 水花烤炸都先炸到 又省一点时间 好咯 来 今天的 咸鱼炒饭 完成 我们赶紧去拍个照片先 一 二 三 鸡鸡 一 二 三 鸡鸡 好 最后呢 让Auntie Shun呢 跟我们一起做招牌动作 拜拜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ahead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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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